第四案 就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71條之一 上一次的會 我們要理清一些實務運作 那後續我們要怎麼來處理 這個案 那現在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來 要不要 有什麼看法 好 來 就說 因為上次院長在院會裡面做這樣的宣布 院長那時候的說法是71條之一的精神是 必須要有協商動作 就算是滿一個月的這個所謂能動期 院會定期處理制還是要有協商動作 那時代樣黨團這邊會認為說 這是不是跟原條文之間有差距 因為原條文裡面並沒有很清楚講 他只是說 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那這個沒有共識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 著不著急協商是不是必要的動作 那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希望說這應該要釐清 那院長也宣布了 那我們 想說在釐清之前 我們昨天也根據院長這個指示 我們 根據這個 針對這個醫師納勞基法案 我們也做了一些協商的動作 那可是我覺得說可能還是要講清楚啦 好 因為 像中家案 柯剛案其實是並沒有經過協商的動作 那 我們院會還是接受他 成案 那這個 前後有一些差距 所以我是覺得 把它 釐清 那作為未來 如果真的需要協商的時候 或是71條的 我們去按 去遵循的依據這樣 那麼 其實一條之一 現在變成有兩個比較不同的見解 這個 國民黨黨團認為 你要經過表決 你要表決要經過協商的程序 那整個的 立法院之前行使法裡面規範得很清楚 那 時代立法院認為 一個月只是一個冷凍期 我說在當時的時間 不是現在 可能不需要經過這個協商的程序 那一天我的裁決是因為 這一條就是一意不清 有的人認為 要一個月 不一定進入協商程序 有的人認為要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一個決定 已經表決通過這兩案 我們就因為不清楚 那我們就確定 但是從宣布的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還是要有協商的程序 才叫沒有公司 協商程序完成 沒有辦法達成公司 那在定期處理 就是表決 所以我那時候才是這個樣子 那到後面的這幾個案子 大概都依照這個決定再辦理 那如果大家覺得 這樣的一個方式 並不 這個 這個 好像 有部分 大家行使起來 不覺得順粹 那要不要 做怎麼樣的修正 還是說這一條 今天大家透過黨團協商 把他的定義定清楚 我想實在那樣的意思是這個樣 定清楚 那以後 大家就遵循這個遊戲規則 是這樣子 好我想七十一條之一 其實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現在柯總召 在現場 當然 他就是一個月的協商期 那你不管任何一個政黨 你誰來主導協商 在一個月裡面 他一定要召開 召開 要是說 協商沒有共識 其實 一般 再過去 多種 你稍微坐一下 我要 我要說給你聽 我要說給你聽 我告訴你 在過去 其實 一般要是說協商不成的話 甚至於還會再 再繼續來 再搓張 再協商 過去都是這種做法 那個也是尊重小黨 那你要是說一個月 協商期到了 反正協商不成 你馬上就進行處理 那 這個等於就是多數暴力 講實在話 過去都是如此 而且 這也是尊重小黨 那 我們是認為說 很多重要的這些案 那我們可以說一次兩次 大家多多溝通 不是說 一個月協商期案 反正我發過一次通知 你要來不來 不來 我就這樣進行送院會處理 其實 這個 過去的例子 我請那個柯總操 你應該 這個 很 很 很清楚的 來跟 讓大家了解 我們在座有很多老委員 不是今天我們才當委員 但是我們認為說 今天 對不對 我觀眾你講一下 是不是 林委員 你這邊的詮釋又在擴充了 之前院長講的 就是71-1條 他是定期處理未達成共識之協商協議案 那 之前院長提的是說 那你至少要有協商的動作 剛才 林委員 你又擴充到說 這個協商 就算沒有結論 還是要繼續協商下去 再過去都是如此 你可以問柯總操 沒關係 我們佔多數 我們也是尊重小黨 委員 我不知道你過去是怎麼做 可是按照71-1條的條文 我們就條文而論 他是法律 對啦 對啦 好來 這個喔 其實 會有這個機制 這個是當初 劉聰芬那時候 時代弄的 那時候其實是四個月 後來現在改成一個月 因為四個月太融查 改成一個月 為什麼會有這個其實就是 在立法院就是多數的民意裡面 尊重小黨 你這個如果沒有去那種的 拜登不登就表格就好了 我們小黨就不用存在了 立法院就只剩在大黨而已 這個就沒有小黨的啦 所以這個我想以前在 林德福講的在大黨 國民黨在大的時候其實也是尊重小黨 也是照這個機制在走 現在如果是 現在反過來的話 我們覺得還是照這個機制走 就成如剛剛院長講的 這個協商的機制還是存在 當然林德福這邊他講的就是說 如果協商不成的話 不是說一次不成 兩次不成 三次不成 還是幾次不成 如果這個共識看怎麼樣 那是一個一個一個 大家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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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概念的也啦 啊標關 盡量的話就是 拿到表決的話 就是大家就是協商破裂嘛 那是最不得的手段 那這是看大黨的風度嘛 這個是我們還是覺得 應該是用這個角度會比較好 好我想因為那個 那個李委員他講過以後 我再補充一下 在過去 國民黨佔多數的時候 我們非常尊重民進黨 而且 民進黨動不動就說 那你們要是這樣去處理 等於是多數暴力 那你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多數暴力 所以說我們非常尊重 甚至於那時候 要是說這些有爭議的法案 沒有到大家取得一個共識 甚至於就懸下來 我想 柯總召在這裡 你要他 這樣我整話你一直講 換我講一下好不好 讓你看好了 來 草野協商 第一個 在立揚過去 在刑警的時候 廢除草野協商 我希望大家進來立法案以後 就要了解草野協商 是有他必要性 不是說誰喜歡草野協商 誰不喜歡草野協商 那政治就是 照遊戲規則來 那政治它也有很多 它實際上有存在 立法案之間的新事物法 這個規定是在1992年1月12號 國會無法規定 經過十幾次的修正 所以有草野協專章 68條開始 這會有71條 你這條文順下來 以台灣這樣看順下來 草野協沒有共識 就一個月表決 繼續四個月 沒有錯 過去四個月的時候 民進黨那時候 那執政的時候 草小也大 是靠這個四個月才能夠存活 因為國民黨 立意提出什麼 乾坤法案 我怎麼算算的 那不理會跟我們都得到 兩條的乾坤法案 是皇宮舊殼金 什麼 然後他發了一兩兆的 這個乾坤法案 我是靠這個 超級喜歡 十個月 有時候借習不聯繫這樣 一直隔 另外 政治產業不是 可以很生硬的 每一樣事情來運沖 對 那我持民的任何獎 然後到2008 國民黨重返執政 國民黨了解 這個太重要了 這四個月怎麼 每次四個月 因為我們要 小黨要別一個的時候 一黨就長四個月 四個加上前期的 副委審查 然後委員會這樣 這樣的話 至少可能半年 只要一提出來 差不多你這個會議都不必夠了 再下會議去 那國民黨把改一個月 那時候 國民黨人最多 我們就二七席的時候 再次以為 這麼多人來 我們今天針對這個問題 大家應該很冷靜的談 照這個法 這個學法 學商沒有共識 才表決 代表有些洗浪構成 一定要有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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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 那個沒有洗浪構成 就表決 十一晚 各黨都要負責 包括 院長這邊 大家都愛護這個人 沒有人做 做這個神器性的提醒 啊 啊 啊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 啊不 要說就用照 表格這個說 你說出那種怪招 你要 你要就是 但是 那天早上我們在這個學商 你說這個 這兩個法案不要處理 我說怎麼可能不處理 照神器來嘛 我們要很扯平的 實際上講 齁 很扯平的講 所以說 過去怎麼樣 當然 林德夫他們講的都對 就我認同 我知道 齁 我知道就是說 你很少啦 很少說 沒有 沒有學生就表決 很少 真的很少 齁 那個 那個 要舉這個 有的意思 很難舉 齁 那因為怎麼樣 一個議案齁 從 有副委的話 就委員會 出委員會 以後 委員會的超級協商 像昨天 有實在想主持 那還是這種超級協商 齁 那是 那委員會議案下來 就是協商 他提案 有次委員會出來的超級協商 委員會招委 有超級協商 都是協商好多次 官方那個協商都很多次 尤其是法案 你不要 常召十位 市府衛生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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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院長主持 曹也祥 至十次以上 好 至十次以上 官方那個 刑責罰則 就十敗 市府衛生管理法 沒什麼意見 所以說 政治 就是這樣 董恩叫有一個規則來 一定要協商 我承認 這是這次 換屆之後 大家還沒有 還在謀佛中 你看我看你 大家也知道 這條協商 你不會生的 尤其 身為課綱 我們的立場 在 已經很清楚 上一屆 就一年前 還在開零食會 還在弄 還要 我們要暫緩 我們叫你停下來 等等 不管委員會 記者會 都表示很清楚 所以十二元課 剛剛那個事情 大家都不說 你如果不說 我就不說 十二元不說 沒說 沒有說 我就來協商一下 我一直看這個事情 我很承認講 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因為我叫 瑞蓮 導臺 尊心 辦公室 給他排兩 兩次加排學長 他說沒有空 他還沒記憶 你如果沒有提醒 沒有人提醒這個事情 我在看國民黨 大概投降了 我立場說 你也投降了 你不想 你不想協商 結果來表決 沒有錯啊 也非說 沒有請 沒有啦 總統管只要 學長一起 你們表決 都說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大家請一禮拜 都說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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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真的會有的嘛 有真的會有的議員嘛 那天 廖閣東東在那些地方 沒有啦 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已經 今次要告訴你 那一次的表決已經 結束 而且都算數 從今以後 算數當然也算數啦 我們依照這個 七十一條之一 就是說要有學商的程序 那這個程序還是照上一次 我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至少要有一次學商的程序 那你要兩次三次 你要看 我講話講完半 你要吵話 我講一半 講話我講一半已經 沒有啦 我 那是什麼 我們要這麼想說 我講很多什麼關鍵大家注意聽一下 這期啦 不能弄 我沒有 我講話講講講 這就是 大家都批得對嘛 因為他們說 沒有錯啦 國民黨 大黨都是要尊重小黨 所以也要超爾學商這個機制 齁 實在那選舉的時候一直講說 今天實在那樣 五個人有三個也是在這裡要簽名 他們三個也三個要簽名 所以這個是一個尊重小黨很重要的機制 以這個原則當然 以這個原則當然 以這個原則當然就是說 今天我們變大黨啦 要尊重 過去國民黨 實在這個 村民在這個地方 要做得很尊重 因為不尊重不行啦 不是你們從內心起來尊重 你沒有尊重我們也要吃蕉 我們也要吃蕉 我們還要很多蕉 但是醫師工房上 沒有講好 沒有 這台理會員大家沒有講好 大家就說 各民本事都會吃蕉 那時候醫生不是醫師不暢順 所以法案長一直認為說 大家要和我講 就是這個原則嘛 所以有的法案 協商兩三年還在協商啊 因為你知道這個 齁 因為大家有時候時工不一樣 這法案的看法又不一樣 怎麼樣 等等 什麼情況都有 所以 我們現在大黨一定是農修黨 那邊大家都沒有說好笑 都說白的啦 那一次你早上常常在這裡 你也不提說 都沒有時間不能表決 因為說不要處理 我說什麼不要處理 排上議程已經 從陳議員排上 禮拜二排到禮拜二 大家都很清楚 那一說在這裡說 不要講表決的道理 我還借你們 你乾脆你們就 就 醫生文書就出場就好了 那他順利通過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 你第一次 那是我們看到 國民黨第一次 佔領主義台 我真的有奉勸 國民黨要佔領主義台 選對題目 那客戶在題目 我講 你用在民意這一面 那我們會尊重 也不是說 大家說一次就不要講 說18日就不要講 神經在這個地方 為了十六月圖管理法 寫一張二三次 你歡迎容許尊重 因為 以後你會碰到很多法案 百封一條你幹嘛 那不可能拿到他去表懷 人家都會尊重 我們這單一事項好談 法案是整個 有的一百多塊整個法案 比如說未來我們碰到電影法修正 那整部的法案 每一個有意見就 都弄不下去 我們會秘於 過去立法院的大家 能夠走來 有的 尊重少數原則 只能正常來講 這樣 那次 是大家都想 都說 都要 都要想看 你 到底是 叫得力 可以標關還是不能標關 但是 他說 立法院所 我行使的行為已經行使下去 你說不行 也有特殊案例 但是很少很少這樣 好 就是 只有大家談清楚就好 那 但盡量我們 盡量溝通協調 盡量大家談 我們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維持這個 不用這樣的話 大家出怪招吧 議事也談勝算 院長的 董院長在立法院 他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一輩子 有一個最大的 症痛 當然 國安商法的時候 充滿真議 用垃圾桶蓋 把他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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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衝突什麼事都發生 讓他沒有辦法主持會議 用垃圾桶蓋 所以 他也是追求大家合約 幫他未來蘇院長 依附如此 大家都會 會說 但是今天 我一個地方 要說一件事 昨天又死在營養主持的 醫師大陸老計劃 那個學長 那個 我們超爾強 大家可以錄影錄音 超爾強是可以 錄影錄音 還能東報 錄影錄音紀錄 昨天是 有史第一次 超爾強開放記者 我覺得 這個大家 以後不要這樣處理 不然這樣 像我們現在 開放記者 怎麼說話 我們這種 有時候 大家在媒體 底下 講不出真話 有時候 超爾強 是三四個鐘頭 所以 昨天 有關於 醫師大陸老計法的部分 因為民黨代表區 不好意思 因為說 今天再順便講一下 以後 大家 每個黨 要主持人 就 控制 控制 場面控制好 那並沒有開放記者的 不行這樣走 不用走 所以修法我們在 違法行事 還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來 許惠 好來 黃偉 我想大概 有幾個 程序性的事項 想說 大家可以為今天先確認 第一個事情 是 我們當初把這件事情 希望 到 有一個場合 可以把它談清楚 就有關於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到底要怎麼解釋實用 第一個事情是 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的解釋實用 到底是 當出現爭議的時候 那個爭端解決機制在哪裡 從目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事法裡面 看不出來 那我們上次在這邊開朝野協商的時候 我們說過 非常感謝院長 他願意承擔 那 今天在這邊要討論這件事情 也不是不行 不過我覺得就先確立 就是說 未來我們如果對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的解釋實用 如果出現爭議的時候 應該要透過什麼樣子的場合 來釐清這個爭議 那 針對這一次 七十一條之一 那 是由院長負責 招集一些傷額方式 來處理 那我在想說 以後 是不是就這樣子 把這個原則給建立下來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事情呢 是 七十一條之一 我必須要老實的講 就是 我對於七十一條之一的解釋實用 的確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但是這個立法院呢 是每一個立法委員大家的 有不一樣的看法 大家如果討論出來說 未來要怎麼解釋實用 我覺得標準清楚 這樣就好了 那 因此 就上一次 院長他財事 的內容 就是 今後交付協商 負責了黨團 務必召集協商 沒有經過協商 院會占不處理 事經協商 無法達成共識 十一立法院執權行事法 七十一條之一的規定 辦理 那因為 譬如說 A黨團 他提了一個案子 那 B黨團有意見 他把它拉下來協商 那 按照我們目前的法規設計 我看的條文是 真的沒解釋的空間 就是 要由A黨團 來負責協商 對 雖然在制度設計上 我會覺得這個時候 有B黨團來召集協商 可能還會比較有道理一點 因為是B黨團有意見 那不過 這個解釋論 在我們目前的 立法院執權行事法裡面 並不存在 因為白紙黑字 就已經講了 還是要有負責那個法案 的A黨團 他來負責協商 那我現在只想要搞清楚 就是說 這個時候A黨團 在我們的立法院執權行事法下面 他到底負有什麼樣子的責任 那 我想要在 今天的會議上面 把它理清楚 未來大家在 運作的時候 有一個清楚的規矩 可以依循 第一個 是不是說 發了通知 就是 那 有這個 召集協商 的動作 那至於其他黨團 是不是來參加 這恐怕不是A黨團 對 他必須要擔負的責任 他恐怕不是這個A黨團 對 他要擔負的責任 那如果這個原則確立了以後 那我有第二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是說 假設 這個A黨團 召集協商了以後 其他黨團也都來了 那這個時候 在那一次協商的場合當中 很明顯的 大家的意見 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沒有 那這個時候是 可以交付院會 還是我們還是要應託一個月 這個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那 當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時候 這個A黨團 在接下來這一個月當中 他還有我們那個責任 要不斷的發協商通知 還是只要經過了這一次 沒有經過共識 沒有辦法達成決議 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個都會直接牽涉到說 我們接下來 在很多議案上面 我們在國會裡面 所負的行為責任 它具體的內容 那第三個部分 院長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我知道 我先一次說好說 就是說 上一次院長做的這個財事 我們也肯定了院長的承擔 我們也按照當初 暫定的議事規則 那所以 我們昨天 就召開了 黨團協商 那這個是我們在 目前的遊戲規則下面 我們願意按照 目前的遊戲規則下面來運作 那當然時代力量 對於黨團協商這個制度 有我們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我們未來 是不是要相關的修法 我贊成還是到各個委員會裡面 去討論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大家在委員會裡面 進行專業的討論 對 那未來是不是要修法 這個制度到底要如何 便要如何釐清 到那邊都還可以談 那在這裡 我只想要比較清楚的釐清 就是說 就現行的法規 到底要如何解釋適用 的問題 這個 好了 你要講話嗎 好來 我想其實 剛剛 這個 柯總釗 他有提到 很多都是過去 這個活生生的例子 很簡單 你今天法條是一百條兩百條 不可能一次協商 就把它完成 那個這一次協商 說不定沒有共識的 因為各黨看法不一樣 可能只有協商一個三條五條 下一次可能再召集協商 那可能 其他部分 你像那個長照法 總共協商多少次 還有其他很多法案 那不是說每一個這個法案 你就是一次就可以把它搞定 又不是神 而且各黨團 你像這一次 提的 五體一的 那個國會改革 那個司法法制裡面 提八十個案子 八十個案子 你要整合八十個案子 搞一下乾單 對不對 所以說 並不是說 我想一個月以內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全部都整合好 一次就把它搞定 不可能 這個我想柯總釗很清楚 不是我們想的那麼容易 所以很多你一定要取得一個共識 這一次不行 我們再召集下一次 下一次不行再召集下一次 那到最後大家都能夠取得共識 這個法案才能夠送到院會裡面 那不然你怎麼弄 不可能嘛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你很多法條 那個裡面的內容 字字節節 各黨團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說我認為說 這個部分 當然一個月是協商期 但是就是說 在協商期裡面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有的還要繼續把這個法案處理好 還要繼續協商 我剛剛所表達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我想柯總釗很清楚 而且柯總釗他所講的 都是過去 我們那時候國民黨的時候 我們是尊重 不管你任何小黨 台連三位我們也尊重他 他只要提出來 我們認為說 確實這個有需要協商 我們還是尊重 繼續協商 然後要是沒有共識的話 甚至院長會邀請 這個大家都來 然後做大家的看法 這個 好 我補充一件事就好 這個是實務的分享 之前在訂長照服務法的時候 我也跟各位報告 他是一個民生法案 事實上爭議也不大 但是當時呢 民進黨呢 他們有他們的政策上的考量 所以國民黨召開協商 大概長達八次喔 我們中間曾經召開的時候 民進黨是不派員出席的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邀請 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不是只有存會議規則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有沒有心 譬如說 在一些這麼重要的民生法案 我們不會說國民黨是大黨 我也可以拿出來直接表決 我一定要表決啊 我就馬上讓他過啊 我們不是 我們寧可花一年半的時間 苦苦等候 然後願意跟民進黨好好協商 所以是用這樣子的耐心 來溝通 來達成共識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有包含一個態度的問題 因為剛剛時代力量很重視 這個程序是不是 只要開完一次 好像就滿足了 程序上滿足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啟動 但我贊成剛剛柯總 照講的 就是說你要看很多的議案的性質 還有就是在國會裡面 我們除了在程序方面 我們的民主精神是什麼 多數到底要不要尊重少數 而尊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如果以上個禮拜五 這樣一個處理 顯然就是沒有尊重少數 就是我們議場上面 我們也發表了 我們覺得沒有經過這個程序 所以以上個禮拜五來看的話 如果說有人強力已經提出這樣的質疑 就在程序上面沒有經過協商 應該要再來協商處理 事實上還是可以處理的 但是比較遺憾 是上個禮拜沒有這樣子做 那所以我不曉得 我協商的精神並不是只是 過去可能外界有說 什麼密室啊 黑箱啊什麼 我覺得不全然公平 事實上在法案也好 預算也好 我們剛剛還在討論說 這個預算要協商 為什麼要協商 要不然委員會過了就過了 其實不需要草野協商 每一個委員會的宣告 遭委的宣告都說 必須經由草野協商 而且還允許什麼空間 剛剛議事人員也講 允許你可以再提案的空間 照道理來講 我們應該是回歸委員會 大家提案就算了 為什麼各黨團還要提案 還要給行政單位 也有時間再提相對案 就是希望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盡量去看到 聽見大家的聲音 然後再做一個程序上 很完整的處理 這樣子通過大家都沒有爭議 我也很贊成 過去這個民進黨或時代力量 在野黨的時候都一直喊 所謂程序正義的問題 那程序正義當然要包括 但是民主的精神 多數尊重少數的精神 我覺得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是一個民意機構 剛剛其實這個 黃國昌委員講得非常好 我們是民意機構 我們重視每一個民意 每一個委員都代表一個民意 我們是用尊重的精神 來處理每一個議案 我是希望大家可能也要有這樣的共識 謝謝 另外這個 我們講這個都非常容易 但執行就會有它的困難 第一點 如果召集協商的黨團 一直不召集怎麼辦 阿就是提案的如果一直不召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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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這個不一定喔 這個有些意思的 這個這些都是立法院 今天不是今天才開門 立法院他不召集 那天不是那天不召集 你就把它拿來召集了 所以還是院長 所以還是院長 好第二 你說程序上喔 如果照這個規定是一次以上就可以啦 否則的話要幾次才算是協商沒有公司 一定啦 這用感覺的喔 感覺因為各說各話啦 這沒有所謂感覺啦 感覺我就說 我都要接到啊 不然還繼續啊 不然三年五年再來協商嘛 這個感覺啦 所以我覺得喔 只要程序符合意思 那剩下是法案有輕重嘛 有些是像決議案啦 中家式決議案 你說好 阿就這次不成就繼續協商 我覺得那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法條 有超百條的法條 不可能第一道你協商到第十條 有可能要協商 那可能必要幾次啦 阿希望到底幾次才算協商成功喔 這個我也有一點 沒關係 這個都很清楚很簡單 立法案一定是合一致 合一致應該要溝通要協調 這是一定的 好 硬幹硬來齁 這個是只增加這個對議的因素 齁 我也不會贊成跑委員會廢掉 然後結果國會多數暴力法制法 就 英明就不要管嘛 小黨一點存在的疫情 價值沒有 當然要回家了嘛 對不對 因為是說要不斷辯論 我們實在用最喜歡編論什麼東西 那協商也是在那邊論嘛 委員會也是一樣嘛 那要了解 朝委員會兩種 朝委員會兩種 一直出委員會以後協商啊 只有招委組織 真的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做個結論 也常常這樣嘛 因為法案 人家在那邊想議 我們選上一年多啊 不然國民黨來 國民黨不來 這個東西 政治上大家都要吃膠啦 所以還是以誠意 當然最少一定要學昌中民 也會 也 不是說一課一課 他就要表達 那就是很正義對議的東西 好 那過去國民黨還可以從程序委員檔案嘛 我們根本表記的機會都沒有嘛 對不對 什麼工作法的程序委員會被擋掉嘛 我這個未來的運作 想大家建議在齁 整個學長都和諧 和諧啦 講到的時代 我們現在大黨 我們要 當然大黨的時候 我們很誠意想想過 我非常了解這中間的 這中間的一些問題啦 這個學長其實沒有要認識已經規定 這大家都成語啦 這就是小孩算說 我開了一半 要切開 然後要表決 表決誰要跟你表決 這排序議案等等 都有一些問題嘛 這都要和我講啦 我一直覺得 當然 這都是 這都是 現在這樣好不好 我這個 我這個 我們剛才 因為現在又四分就要 都說好 我黏要黏 還是要黏 還是要黏 就確定喔 還是要黏一遍來 來 一四人也黏一遍來 前三案 前三案 對 前三案 對 前三案 好 那就不要練了喔 等一下 你聽我說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以後一時常還盡量 有衝突像那天 我早聽樂會來 來談說 這個怎麼危機解決 當然是可以啊 哪裡說 我跟草阿長 你也跑進來過嘛 我這不能談 那危機要解決 我跟他談 然後在議場裡面 朝來立委不能講話 就要來這裡錄影錄影 不可能的事情啦 我早聽樂會來 你這個怎麼解決 講的兩個都用頭啦 好 是不是這樣 所以 因為我還是一個很 和諧 要彼此尊重的場意 我今天拜託 什麼啦 那種的齁 像昨天那種 曹偉翔 那天我們在談的時候 你進去談兩分鐘 你就走 好好 對不對 昨天那種曹偉翔 不應該曹偉翔而已 這樣以後 根本就沒有辦法運作 你要曹偉翔 你要曹偉翔 你怎樣 跟攝影機修法 像我們這樣 這個你怎麼 人家戒掉的嘛 然後做表演 然後有情緒就來了 我們當然還是要 做遊戲規則來 沒有我剛剛 一開始發言的時候 我就說得很清楚 我只想要釐清 程序上面 要怎麼運作 那至於說 我們的國會 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民主的內涵 這個牽涉到接下來 其他的改革法案 那這個大家到委員會裡面 都可以好好的去講 譬如說 我們攜帶 法案在委員會裡面 進行專業的審議跟討論 那大家有不一樣的意見 在委員會裡面 可以先進行 第一回合的辯論跟收斂 那出了委員會以後 如果還有不一樣的意見 我們接下來就到 院會裡面去辯論 那當然這個是 時代力量期待 未來國會運作的方式 但是我們也沒有強迫 要把我們這樣子的模式 套到別人身上 因為我們畢竟目前還是有目前的規則 所以我們就完全按照目前的規則來運作 但是我只是想要確立說 現在的規則是什麼 那如果說是按照剛剛院長 所確認的那樣的方式 就是有發通知了 那就等大家來協商 那不會有進一步 有進一步延伸其他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規則就很清楚 那第二個部分是 如果這個部分釐清楚了以後 我們未來的黨團協商 是不是要開放直播 或者是有什麼樣其他的方式 那我贊成這個議題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另外一個議題 那看是要今天繼續討論 還是要責日以這個為專題 來繼續討論 那一定啊 我是要責日再討論 那怎麼呢 這樣子啦 好這樣子啦 現階段就依照我那天的才事 要走那個程序 那程序是一次兩次 你們看法案的重要性理否 好 那第二直播的事情 我們再找時間再來 再研究啦 好不好 要來 我說明一下 我只是做最後的補充說明 因為剛才柯總召 有提到昨天的事情 好 來 不是我們可以喬的 下一次再說 對啦 柯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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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好啦 就是說這個法律 其實一支一條也是法案嘛 所以我們也不能隨便去弄它 我意思是說 昨天所有黨團都照 柯總召 柯總召 昨天所有黨團都照 都在 那對於現場 這樣的記者 攝影機都在 也沒有任何意見 我想是大家都接受的情況下才進行 而且 我覺得進行的 也是蠻有效率的 也有一些成果出來 好 我想這個 像王玉銘委員在現場 柯總召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好 那今天的黨團會 我們就到這邊 好 謝謝